量一定有變少 對 可是之前就說很多人在養 所以量有增加 那除了一些廠已經關掉了 當然不做了 蛋變少 然後再來疫情的關係 然後再來 好像似乎那個需求量 也比前幾年還要多很多 那時候蛋多的時候 也的確很多人在開發一些蛋的食譜 蛋的量很多的時候 我剛好就在蛋商那邊 我們的確會請一些部落客 去開發蛋的食譜 然後甚至寫一些文章就是說 蛋是一個算是很 非常好的蛋白質來源 它的營養很均衡 然後相對的和肉比起來 它相對的價格又比較低好入手 而且量好控制 前面健康的關鍵就是 你吃蛋會有膽固醇過高 對 那現在已經覺得說 已經不是這個問題了 對 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 這幾年大家流行健身 那每天吃雞胸都很痛苦 所以就會開始有人吃一些蛋 之類的產品 然後蛋的變化也會比 雞胸肉還要多一些 對 它能夠做的事情也多很多 對 就是此消彼仗啦 就是需求跟供給 都有產生變化 都有產生消漲 所以本來是正常的供需 是平衡的話 你只要缺個一點點 就會變成說真的有缺了 就大家開始就會發現說 缺蛋 然後大家是不是就會去搶 對啊 去囤 然後就是可能我偏要買一盒 可是我就想說 就一次要買三盒四盒這樣 買三盒四盒 真的太扯 我有真的碰過那種 就是聽到什麼消息 然後他就去買 然後就會很驕傲的 給我看他家的冰箱 就說你看買買的都是蛋 我就覺得說你瘋了嗎 你買這麼多幹嘛 放到什麼時候 對 然後我就只能跟他說 你就看吧 過一個月之後 外面的蛋還是很多 就是其實要看 他今天需要的蛋是怎麼樣 那他因為一講外面缺蛋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說 就是缺蛋 所以他們就去狂買 但是其實缺的是便宜的蛋 我有看一下資料 就是台灣百分之五十的蛋 是去像散彈這樣子去買 就是一欄一欄的原料欄這樣子賣 就直接給批發或是給餐廳 對 給早餐店 對小吃店 對小吃店 然後還有傳統市場 對 他佔百分之五十 其實真的量蠻大的 比我想像中的大 可能因為我住在都會區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通常都買盒的 對 我也是都買盒的 我都是叫一整箱 我叫盤淡啦 盤淡OK啊 盤淡也是席選的 對對對 因為就是我 因為我家親友眾多 大家分一分 其實一箱兩箱很快就沒有 對啊 就在保鮮期內 有人分就OK啦 對啊 大家有在冰箱有在冰 其實都還好 對不對 那有些都會去 大家通常買席選蛋比較多 那很多人會去傳統市場挑 可是一開始好像發現 真的缺的是那一些 對 對 然後反而後來去擠壓到 席選蛋這邊 對 應該是說 就像我剛剛講的就是 傳統市場的這些蛋 它是怎麼來的 一來就是說是蛋農 它直接沒有洗的蛋 過去 沒有席選過的蛋 直接過去 那二來就是說 可能是我們席選場的一些 格外蛋的部分 如果今天真的開始缺蛋的時候 就是因為這些禽流感的疫情 總計的部分 開始缺蛋的時候 席選場的部分 它一定會想要把它的格外蛋 變成正常蛋去賣 嗯 所以這些 所謂本來是會進到傳統市場的 本來進到原料欄 的這些蛋 它就會變成合裝蛋了 哦 對 所以你在傳統市場就看到說 怎麼蛋變少了 因為它其實 只是換個方式賣 嗯 蛋商他們有席選場的 甚至是說自己去看 蓋自動化機設的 他們的投入成本非常的高 嗯 所以 只要今天它 能夠簽到通路的合約 那個價格一定是比 你在傳統市場的 批發價好 那所以 可以的話 他們還是會寧願 把這些 因為 以格外蛋來講 它只是比較大殼跟比較小殼 它的殼 跟什麼張屋程度都沒有 它裡面的內容也都是OK 它只是比較大殼比較小殼 所以蛋商他們就會覺得說 這東西它其實是正常的 嗯 那我為什麼不能讓它去好的通路賣 但很多的時候 這些所謂的格外蛋 就會進到原料欄 嗯 去加工廠 去打衣蛋 那它的這個價格就會比較低 但是你蛋掃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會想辦法 讓它進到盒裝 哦 對 所以缺的其實就是在 你市場裡面的 那個原料欄的部分 然後偏偏會在市場買的 就是 比較會恐慌的人 嗯 比較容易緊張 然後再來就是餐飲業者 他其實是一定要蛋的 對 他 你說蛋炒飯店沒有蛋 沒有蛋 沒辦法 早餐店沒有蛋不行 或是 呃 麵包 蛋糕店沒有蛋 是絕對不行的 對 對 所以 50%那塊缺的時候 其實 他們只要缺一點就會很麻煩 對啊 可是我們好像還是有看到一些新聞在報導說 嗯 是源頭那邊就我們在搶蛋 就直接 本來應該蛋商 那個蛋商去跟蛋農收蛋 可是其他蛋商跑進來用更高的價格去搶蛋 會 我覺得這個就是這個其實是蠻常在發生的事情 那因為其實市場機制就是這樣 就是高價則得嘛 坦白講因為蛋農真的也是蠻新的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 他們投入的資本很高 對 所以就算他今天原本合作的這個廠商 其實是穩定的 但是價格可能一般般 那但是 如果今天在缺蛋的情況 有別家突然殺出來 他們真的都會用喊的 嗯 對 那他當然會希望就是說 我如果可以高價賣的話 我幹嘛不要 對 一箱從900喊到1200的時候真的很誇張 對啊 那他們一定會想說 喔那我 我今天有高價的我 我幹嘛不賣 那所以其實這是一個 我覺得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現在蠻多廠 他的投入資本真的很高 像基本上有 有席選廠的廠 一台席選機基本的 現在大家其實都會用好一點的 不會用太 太傳統的席選機 因為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那些步驟 嗯 就那些席選的步驟都要做到的話 那個席選機基本價 最少的席選量的一台要2000萬 喔 對 那一般的蛋農其實沒有辦法負蛋 沒有辦法 而且他還要有場地 對 你還有場地 然後帶起來還有各項 檢驗要合格 然後要送 送資料什麼 喔好可怕 像他們 因為他們要場地 然後其實這些所謂的蛋機廠 他都會是在農地的部分 嗯 對 然後就是 對 因為之前有一些 有一些規劃 所以就變成說這些蛋廠 他其實會被集中在一些比較荒涼的地方 有些地方他甚至是本來是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 所以他們會另外需要去拉水拉電 所以這個成本都蠻高的 成本很高欸 對對對 所以其實沒有多少人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所以當今天出現所謂的蛋荒的時候 他們當然會覺得說我的所謂的格外蛋 他其實只是正常蛋 我為什麼不能把它賣好一點的價 對 然後當然人家願意出高價的時候 他們會想盡量把它賣掉 對對對 這就是正常的自由市場的機制 沒錯 沒錯 對 照理講是這個樣子 嗯 明明